开学第一天 三重修德国小为新生举办 别出新才的入学仪式 小朋友在家长和老师的陪同下 开心展开全新的校园生活 脚上平和梦 表现独立和勇敢 用力敲响大罗 宣告长大 修德国小为一年级新生举办的活动 让陪同前来的阿嬷 也觉得很有意义 今天看到学校这样欢迎 他们有什么感觉 非常非常高兴这样子 因为学校办得蛮好的 校长和家长会长 还亲自为每一位小朋友 送上智慧锦囊包 虽然小朋友还不懂得其中的意涵 但家长们倒是很认同学校的用心 像这种活动的话 他之前的话入学是没有的 是好像从今年这一届才有 然后就感觉会让小朋友 从游戏中牵牵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感觉会比较缓和一点 修德国小今年有162位新生入学 入学的第一天学校用心安排 希望让第一次踏进校门的小朋友 有个新鲜有趣的开始 从前学门进来 让他们知道进小学要努力用功读书 走过独木桥让他们学习独立要勇敢 然后敲个大炉表示说我长大了 跟一般完全不同了 让他们体会到小学生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开学第一天小朋友又兴奋又紧张 家长则是忙着拿相机记录 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难忘的一天 天安地新闻省州里面会三重采访报道